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最后一个讲题 就是土团党中央4000万账户被冻结 这个账户被冻结 其实有很多阴谋论等等 政治对付 土团有没有吃钱 我们不知道 土团technically来讲是不能吃钱的 因为政党收政治现金是没有错的 这个底下我会详细讲解 有错的是政治人物 所以你看之前 乌统很多区部的户口被冻结 钱被冻结 因为他们拿了纳吉的100万200万 但是没有一个乌统 乌统有被告吗 大家思考一下 现在完全没有乌统被告 而且这些钱也全部退回给乌统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法律 政党收政治现金是没有错的 是不算洗钱的 你可以收多少都可以 会贪污的是人 所以贪污的是政治人物 如果你钱给政党 然后政治人物给你好处 这个是令不上的 登姑安安的案件 大家还记得吗 他就是用这个理由 这个商人给我的钱 我有收 但是我是带乌统收 高庭不接受他这个讲法 你明明进你自己的户口 怎么不是进乌统的户口 但是上述庭接受他这个想法 你带乌统收 那你也是没有错 你有没有给他好处 是另一回事 但是你没有收他这笔钱 你就没有贪污 你给他好处你有收钱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贪污 所以政党是 你看从来没有政党被提高过 就连乌统 这么明显收1NDB的钱 1NDB的钱是洗出来的 那他也没有问题 这些钱全部要退还给他 因为在马来西亚政治里面 我们的法律里面 政治现金是合法的 而且你不用公开 你的政治现金来源 这点大家必须要明白 所以现在去冻结土团党的资金 当然他是为了调查 还没有被提高 只是被调查而已 这肯定是一个釜底抽薪之计 什么是釜底抽薪 釜是窝 锅下面你要怎样给这个锅冷下来 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它的柴火 就是新火 这个烧着的柴火抽掉 它没有火 它自然慢慢就会冷下来了 所以你为了调查 肯定是 就像之前调查 1NDB 你就冻结这些有收钱的人的户口 全部都冻结 包括巫统也冻结 是一模一样的原因 但是肯定也有政治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是大人 就名人不说暗话 直接有意说意 这肯定是一个釜底抽薪之计 你看巫统 现在一直为他的失败找理由 其实最明白的理由 就是你们形象太差 你们贪污腐败 Zahid一直都没有认错 你看Zahid差一点就扑开了 只赢几百票 但是他们不要认这个最明显的原因 他们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其中一个理由 他们找出来就是说 巫统的户口被冻结 所以我们没有钱打选战 这个话 相信他的人是傻的 巫统的户口 早早在大选前就已经被解开了 冻结巫统户口是西蒙政府 然后一直在调查 打到慕尤丁 打到沙比里做首相的时候 基本上政府都一直在输 这些冻结的户口都退回去给他 理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政治现金有什么错 你捐钱给我搞政治 是没有错的 在马来西亚法律 所以户口早早就被解冻了 并没有 他们打选战的时候被冻着 户口被fist的情况出现 不要听这些政治人物乱吹 他们为了找借口找理由 是什么鬼话都可以讲出来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 你找一下大选前的新闻 巫统几时讲过我的户口被冻结 所以我不能打大选 hello 当时的首相是沙比里 是你巫统的人 冻结你巫统的户口 所以不要给他们骗了 而且为什么你说是冻结户口 导致你输大选 那柔佛中你可以赢 马六甲可以赢 难道2022年 2021年 2022年头2021年年尾 当时没有冻结户口吗 反而到2022年 沙比里做首相的才来冻结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只是找借口 所以巫统这个讲法是有水分的 是特地找借口来做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你现在去冻结 因为接下来三四个月 就会有这个周选了 就会有这个周选 有机会我们也会谈一下这个周选 在他解散之前 但是 选战要来了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所以肯定会有影响 但是不会影响这么大 很多人讲 国盟是派钱才赢的 我告诉你 你这样子讲 你就是被洗脑的 你给西蒙洗脑 西蒙他没有正视 就跟巫统 没有正视自己的问题 是一样的 他输选战 他的原因是贪污腐败 他不承认 他就找理由 不团结 然后没有钱 户口被freeze 这些都是屁话来的 西蒙也是一样 他很多盲目支持者 一直在下面讲 是派钱才赢的 给钱才赢的 花很多钱来打选战 钱当然有部分的原因 但是真正国盟大赢 并不是因为钱 这个我直接跟大家讲 所以会有影响 但是影响不会那么大 为什么 我举一个活生生真实的例子 大家可以去看那些马来同胞的媒体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马来同胞 他们的明星所向 这个风是非常强烈的 就跟华人支持西蒙 是一模一样的 难道我们支持西蒙 投票给西蒙 去帮西蒙站台 是拿西蒙的钱才去帮他吗 别人这样子讲 你能接受吗 同样的道理 马来同胞也是一样 你去看一下 这些马来新闻下面 你就可以知道 去Hishamuddin的Facebook 看一下你就可以知道 那我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个例子不是我一个人见证 张导也可以作证 张导跟我是亲眼所见的 他也在现场 这个事情发生在喜时 发生在大选当天晚上 11月19号 我去前一晚 我在Bakri站台 然后晚上早上6点 就是11月19号早上6点 我坐飞机回来槟城 回来槟城坦克去载我 8点我就去投票 我是8点多就投完票出来 然后我老婆来载我 就送我回家睡 睡到12点我就坐火车 下去8度空间 4点多5点到 然后6点就 7点 7点就开始录影 录了 有休息 有时录一个小时 有时录两个小时 他是直播的 然后直接到4点 本来4点到5点 还是我的slot了 可是当时 我就跟他讲不用了 不需要再下去了 因为3点多接近4点的时候 慕尤丁出来讲话了 慕尤丁出来宣布圣选 然后10多20分钟之后 安华也出来 当时慕尤丁宣布圣选 是意气风发 笑脸迎人 然后掌声呼叫声不断 真的是气势很强劲 说已经收到元首的信函 我们已经赢了 欢迎我们巫统 来跟我们组织政府 我们只不要Zahid罢了 其他人我们全部可以接受 不要Zahid是慕尤丁输的 最主要原因 这个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就不重复 当时慕尤丁是意气风发 然后你看他整个氛围 这个发布会到现在 你在YouTube还找得到的 当时全国都在转播 全马来西亚人 大多数都没有睡 都在等着这个新闻 我跟张导就在新闻市 看着他们的导播讲 慕尤丁讲话了 慕尤丁讲话了 快点切 然后他们在那边 做及时翻译 把重点慕尤丁讲的重点 打在下面 我跟张导在那边见证 然后十几二十分钟 安华也出来宣布 说我们也赢了 我们明天会去进见元首等等 然后说我们是最大的联盟 但是你看慕尤丁的 这个讲话跟安华的讲话 气氛是擦天共地的 安华的讲话 安华很严肃 然后其他人没有笑容了 马萨布 还有陆兆福 我最记得陆兆福的样子 愁眉哭脸 很难看 为什么 因为西蒙子赢82席 82席就是2008年的成绩 一模一样 2008年 当时还没有明年 他们赢了之后成立明年 308海啸 他们也没有想到 当时赢82席 就跟11月19号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 其实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赢 所以你看整个气氛是很弱的 他们没有意识到后来元首会帮他们 然后慕尤丁会站稳自己的立场 我不要Zahid就是不要Zahid 那天晚上有看到这两场 他们现场直播宣布的独有发个嗨 跟我一样当晚没睡 而且我还在做工 张导是陪着我 他是导演 他也想看一下本地电视台 现在的拍摄技巧 所以这个就是厉害的人 会无时无刻想要学习 所以这个也分享给大家 为什么我拿这个事情来讲 为什么我拿这个事情来讲 原因是什么 张导可以作证 因为在慕尤丁宣布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Media Prima Media Prima不是只有八度空间 TV Tigger也是八度空间的 TV Night也是八度空间的 NTV 7好像不是了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 然后还有很多个电台 都是Media Prima的 所以他们都是在那个1U旁边的建筑物 当慕尤丁出来宣布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Media Prima 是欢呼声 充满欢呼声的 然后在我们前面 有两个年轻的马来记者 我们从那个导播室出来 外面有一台电视 是可以看到新闻的 他们就站在前面看 很大台的电视机 我跟张导就在那边 吃着东西 有一个桌子 然后他们在那边看 因为他有准备查点 给我们这些嘉宾 这两位 他们在那边欢呼 在那边讲 然后我就跟张导讲 你看明星所向 这个真的是 城市的马来同胞 而且这些是在新闻线上 应该最懂政治 最懂新闻的 这些马来同胞 而且还是年轻的 竟然可以这样子欢呼 我当时就直接跟 那个张导讲 真的很不乐观 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西蒙出来的时候 完全没有那样子的情况 反而是嘲笑 本来是在那边欢呼的 到西蒙安华出来讲话是嘲笑 所以当时的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 所以真的不要认为是因为钱 是因为给钱 是因为派钱 他们才可以赢出这样子的成绩 你派钱 一个人派200 你一个席位要赢2万票 像巴当斯萊 从输8千多票 到赢1万6千票 就是增加了2万4千票 2万4千票 我们其他的票不讲 本来都是你的票 你不用买 你只买这些转向的 本来是西蒙的 你买过了 2万4千票 一个人给200块 一个席位 西蒙70多个席位 你算一下是多少钱的 所以这个是明星所向的事情 就像之前 当西蒙2008年赢的时候 马华开始处于劣势 马华在2004年 1999年都是大胜 然后2008年 他们败得很惨 当时网络的议论一面倒 你会看到很多马华支持者 或者是马华的领袖 会说都是火箭的抢手 红豆兵 大家还记得吗 Red Bean Army 就是火箭请来的网络抢手 但我们是网络抢手吗 我写文章 我支持西蒙 支持火箭 不是网络抢手 这个是明星所向 当时的马华没有看清楚 去抨击这些人 其实西蒙肯定有抢手 肯定每个政党都有抢手 这个是很直接的事情 我还认识他们的抢手 都有抢手 但是你要说这些 帮西蒙讲话 帮火箭讲话 现在帮国门讲话的这些 马来同胞都是抢手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你看不清整个局势 所以真的 并不前有一定的成分在里面 但不是最主要的成因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马来同胞的选票 还是很稳固的 在保守派这一边 而保守派 巫统让他们很失望 所以他们有出口 他们全部跑去到土团 国门那边 给他拿到了60%的选票 60多%的马来选票 这个是他们赢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真的不要被这些方式给忽悠了 那国门现在在扩张 他的绿潮一直在席卷 为什么这个绿潮压制不下来 之前讲过 因为马来人不可能投给你西蒙 大多数的保守派不可能投给你 开明的马来同胞就2-30% 我每次都讲 有2-30%马来同胞是开明的 但是西蒙你也要想办法 拉拢这些开明的马来同胞 你西蒙靠向保守 开明的马来同胞感受 是比我们华人更深 因为回教法不去 他们要对付 不会对付华人 如果Hudud砍手 现实也不会砍华人 对不对 所以开明的马来人 会比我们华人还要更失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西蒙的马来票 本来会投给他的开明马来人 你看越降越低 从20多%降到10多%的原因 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西蒙要正视 而保守派有80% 7-80% 就只是两大阵营在争 巫统跟国盟 之前巫统战三封 但是巫统他的毒瘤 越来越大 这个毒瘤现在还掌握党 所以他的支持力量 一直在下滑 所以真的很不乐观 国盟现在一直在扩张 那我之前就讲过 要怎样阻止扩张 其实你去跟他斗保守 是死路一条的 你只有做出改革 做出经济 让人民流感 生活变好了 钱变大了 那就是才可以打败 但是老实讲 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两个多月 已经100天了 通常讲100天蜜月期 其实这个政府没有蜜月期 你马上就要deliver 但是现在我问大家 我们有什么体制性改革吗 现在已经二月了 平均选区拨款 有做出来吗 西蒙2018年执政 就是没有平均选区拨款 所以之后 要去求政府 所以很多议员跳槽 那现在你做政府了 你又不要平均选区拨款 这个讲题我们后来会详细讲 下一次直播 详细讲 年最基本的平均选区拨款 已经二月了 今年的拨款还没有出 意味着 那今年的拨款没有出 你到底要给拨款 还是不给拨款 现在收到的消息 是很可能不给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之前有讲过 六大改革之一 政治现金的法案 到现在都没有人提起 完全没有人提起 做政府的时候不敢提 做在野党的时候也不敢提 大家都不想要管 这个政治现金的事情 因为管了这个政治现金 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油水 人家不敢捐钱给我们 因为账目全部要公开 所以这个对每一个政党的影响 都是很大的 所以两派不管在潮还是在野 他们都不做 这是最可悲的地方 所以改革跟经济层面 经济现在有稍微好转 但是还没有很明显 希望政府可以大刀阔斧一点 让人民快点有感 但体制改革完全没有 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两个没有做到 那还有第三招 第三招是什么 有follow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 大家可以猜一下 知道的独有发个嗨 答案就是要挖国盟的贪腐政绩 打破他们的贪腐青年派 这个是我之前在巴当斯莱选举 就已经讲 一定要这样子做 那现在他们在努力往这个方向进 但是你要找出确凿的证据 来告慕尤丁还很难 还很难 所以他现在其实去冻结土团党的账户 他所要带的这个指标意义 是比实际意义还要大的 像我刚才说实际意义 其实你认为他是靠前营选举 这一点是不确实的 但是你去冻结他的户口 让人民觉得 他应该是被抓到证据了 才会冻结 其实这个意义更大 但是这样子是不足够的 你必须有确凿的证据给人民看 他们也不清廉 虽然你用也就是很可悲了 也是什么意思 你也一样 我也一样 就是我们两个都有贪 所以为什么西蒙要搞到这样子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要尊奉萨希 这是最令人可悲的地方 但是西蒙现在要阻止这个绿朝 就是尽量把对方的清廉派给打下来 清廉是好的 但是我相信国盟也不清廉 所以他一定要找出确实的证据 把他打下来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这个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实体的证据 你看慕尤丁 他说我们公布了账目 你们也公布 你看林冠英出来回应 哇 他一年有一亿 这个讲题我下个礼拜会讲 星期天如果有直播我会讲 我去看了他的财务报告 今天来不及讲 我在下面的description有讲 下一场直播才讲 一年一亿四千万 一年一亿一千万左右 两年就两亿五千万的收入 什么政党这样好赚 什么生意这样好赚 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 一年都没有一亿的收入 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 所以政党多么好赚 我之前就讲政党跟宗教是最好赚的 因为都是属于蛊惑人心的 都是要人来相信你 相信你的人就会傻傻的把钱双手封伤 当然还有很多各种利益相关的情况 林冠英讲 行动党五十年都想都不敢想有意义 但是为什么你林冠英不敢接受 行动党你不敢接受 慕尤丁的挑战 公开账目 其实如果大家那么清廉的话 你现在敢去嘲笑慕尤丁 那你应该接受他的挑战 大家都公开账目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政治的巨大的进步 踏步向前 法律没有定立这个政治献金法 很让人失望 那现在你们就要用朝野间的制衡 我公开了 到你公开 就像之前公布财产 西蒙上台我们公布财产 虽然引人诟病了 很多很可笑的一分钱都没有 零财产的这些都有 是谁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他会给压力给那些没有公开财产的人 他会有压力给对方 就是双方互相给压力 这个是政治的良性竞争 所以慕尤丁这样子挑战是好的 我们希望这些开明的政党 说自己青年的政党 敢敢公开给大家看你的收入是多少 你一年才一万多两万收入 一两万是不可能 你算一下行动党收到的月捐 因为他的国会议员要捐10%15% 国会议员15% 州议员18% 好像是我忘记了 给党的每个月都要他的薪水收入 所以你算一下行动党百多个州议员 40多个国会议员 每一年12个月 这些月捐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的 所以一年应该上百万是没有问题 还没有算捐款那些 公开嘛 大家一起公开 形成一个压力 但是慕尤丁挑战了几天 没有人follow 这个就是最可悲的地方 就是最可悲的地方 所以我们未来的方向 真的要定立政治先行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 不要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就像平均选区拨款 像你在在野党 你就一直吵要平均选区拨款 你做了政府 你就不想给对方平均选区拨款 因为我做政府 你出一面 我怎么要给你钱 你支持我 支持我我才给你钱 这是错的事情 所以你做在野党 你认为是错 你做执政党就把它纠正过来 而不是你做执政党了 就去跟对方比错 这是完全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政治现金法 请马上做出 去探讨这一方面 做出改革 而且政治现金法案 你可以去参考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 已经有完整的范本给你了 这个不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 而且朝野都 应该要遵守这样子的情况的 谁做政府 不然谁做政府 谁就可以吸到很多钱 因为你给政党钱 是没有犯法的 像我刚才说 在马来西亚 就是这样子可悲的地方 但是你 现在没有这个法律 你们朝野政党 也可以通过 互相的良性竞争 来迫使对方公开账目 如果每一个政党 每年都公开账目 这绝对是一个好事 所以慕尤丁先公开 你看给慕尤丁账了上手 其实慕尤丁公开账目也是被逼的 他的户口被冻结 不是今天才被冻结 很多新闻报道是 昨天他宣布今天就被冻结 这是错误的 根据反贪会的资料 两个礼拜前就已经被冻结了 所以慕尤丁是知道账户被冻结了 选择在今天公开他的账户 所以很明显 他是受到压力 我要解释 他本来也是不想公开的 一年赚一亿四千多万 收入不是赚 他们做账出来还是亏 好像亏几十万还是上百万 我忘记了 详细的我们下一场直播才讲 反正是亏 但是他一年的revenue收到的钱 一亿四千万 他拿出来他也怕人民会看到 你们这样好赚 赚这样多钱 所以能不能放出来就不放出来 可是因为他们现在正遭受盗查 之前说吃了五千亿 后来变成九十亿 现在变成四十亿 数目一直在减少 所以慕尤丁他遭受很大的压力 户口又被冻结了 他就直接公开账户 我自己公开 好过对手来公开 所以慕尤丁这一点 我们要赞赏他 不支持他 但是他做这个当机率断 是正确的 他自己公开 好过对方来公开 所以他先公开 我们收了一亿 你讲的四十亿在哪里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占据了一个先手优势 公正党 行动党 诚信党 其实应该follow的 应该follow 我们也公开 现在慕尤丁挑战了 你不公开 然后你说那些鸟话 哇 意义我五十年都不敢想 林冠英讲的 有意义吗 那你是多少 公开给大家看 这个才是政治的进步 这个才是我们要朝往的方向 而不只是打口水战 打嘴炮而已 这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希望政治人物明白 好 这个就是我要分享给大家的 谣传四千万 这个户口里面有四千万 但不知道是事实还是什么 这都是谣传的 都是谣传的 所以真正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 行动党可能没有上益 但我相信行动党几百万肯定有 几百万肯定有 公开 PKR肯定不少 PKR肯定不少 而且 PKR的党员也是比 行动党多的 巫统呢 如果巫统能公开是更好吗 巫统有多少assets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 Bersatu他有 一亿多的收入 但是他的assets 就是他的资产 才几十万吧 巫统有多少资产 马华有多少资产 大家都公开 这个是不是对我们人民好的 就跟我刚才一直说 政治跟宗教是最好赚的 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他们好赚 不代表他们一定错 如果你是用正确的方式 不是洗黑钱的方式 不是贪污民之民高的方式 那是你的本事 很多正派的宗教 我不是讲邪教 真的很多神庙 很多教会 他们的收入 吓死人 我有去过 因为我在很多社团 很多神庙有做法律顾问 我做过一个神庙的法律顾问 FT几千万 我不说是什么神庙 FT几千万 你想一下多少钱 然后新加坡有一个教会 不是他的教父还是主教 帮他的女朋友 还是妻子 我忘记了 什么 何耀山 那时闹到很大 那个是区域其中一个 最大的教会 出钱给他去美国出唱片 丢了很多钱下去 然后他也是几亿美金的 所以 不一定是错 不一定是错 他们可以赚到这么多钱 是他的本事 但是你要公开给我们监督 宗教 神庙 他们的账目 要公开给他的 这个 年度代表大会 政党也是一样公开 给年度代表大会 但是政党 你是有掌握政治的 你是主管人民的 政治就是管理 众人之士 所以你要向我们人民交代 所以希望这个 不要停在那边 希望各个政党都响应 公开自己的户口 然后给我们来比较 为什么你可以 筹到这么多钱 然后慢慢的进步 这点是最好的 金才说会谈酒后的事情吗 不会 我已经写下来了 所以金才你问问题之前 看我会讲什么问题 请你看我的description 不要一直问 这些可以很容易 找到答案的问题 像那天我直播有讲 这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我直播有讲 有读有问我 洪律师Gopasiram 死了 去世了 那审可庭的案件怎么办 可以换律师吗 我的回应是什么 这个问题你真的要问我吗 同样的金才 这个问题你真的要问我吗 不要把我当成问打击 我其实是很忙的 所以真的需要问的才问 不要为了问而问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土团 党中央4000万被冻结的讲题 就讲到这里 其实我 是的 我没错 没有 没错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